中国政府补贴的船队为了寻求海产跟更大影响力 不断进入更遥远的水域 已经成为夏威夷渔民跟美国军方共同担忧的问题 这些船只不仅过度捕捞甚至使用冻荷手段 综合美国之音跟自由时报 近期有越来越多中国船只出现在夏威夷群岛附近 夏威夷延伸捕鱼协会执行长金马指出 这些船只有时在捕鱼有时在东太平洋航行 有时似乎只是停在海面上宴行踪诡异 而且似乎有越来越靠近夏威夷的倾向 金马表示中国渔船往往比夏威夷的延伸渔船大的许多 他们会将夏威夷的船队赶出位于捕捞区域 夏威夷渔民表示中国船只在他们船只附近 极尽挑衅智能士 美国海岸警卫队去年9月在一份报告之中表示 非法不加通报以及不受管制的捕鱼行动 已经成为公海之上最紧迫的安全威胁 海警队表示这种剥削破坏区域跟国家安全 破坏海洋规则为基础的事实 损害了食物供给以及获取 破坏合法经济 而去年10月 施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也宣布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西太平洋部署 快速反应巡逻舰 执行海事安全任务 当时他就有提到中国非法捕鱼 以及对船只骚扰的问题 此外令人担忧的不仅是鱼类资源的可持续性 去年1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跟海岸防卫队警告 中国部署一个多层次的舰队 其中包含未装成民用船只的海军辅助船只 用来对付越南以及菲律宾等临近国家 而现在北京可能会使用同样的策略 来进一步扩大期待太平洋的影响力 曾经担任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的退役海军法内 而举出中国与船队的行动融入更大的国家行动 而据了解中国政府跟中国渔船队的关系 不仅仅限于补贴 全跨中国国企的渔船似乎一直在为中国海军侦查 并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领土上面进行监视 有时还会跟临近国家的船只发生冲突 美国外交政策离世会研究员葛雷坦承 中国船只现在一直在食入美国领害 包含夏威夷海域 5月是美国亚裔传统月份 而在美国亚裔频频传出遭到种族暴力事件之余 却有媒体指出拜登政府的内阁团队之中 有多位亚裔人士 其中还包含4位具有浓厚的台湾色彩 综合媒体报导 白宫在4月底公布CEP政府官员提名名单 其中包含许诺斌以及卢佩宁 许诺斌被提名为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副部长 由于徐诺斌10岁之前都在台湾生活 而在美军任职期间 也曾经负责过美台空军军售案件 他的祖父徐堪良为台湾空军中将 曾经作为台湾空军副总司令 台湾立委赵天宁认为 徐诺斌的提名 上升拜登政府对女性以及对亚裔的尊重 同时展现出对台湾的支持 而至于卢佩宁 他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 之后到台湾生活 而他自己本身也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学 此外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拥有台湾移民后代的身份 也令外界十分在意他对中国的表态 而在中美贸易议题上面 戴琪认为 美国应该增加攻势手段 运用补贴等激励措施 以降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过度依赖 同时应该持续利用人权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体系 以及盟友向中国施压 另外今年三月加入白宫经济委员会 担任总统科技与竞争政策 特别助理的吴修明 对科技巨头垄断问题立场强硬 而他的祖父是日据实习的官僚 其父亲吴明达出生在台湾台南 是海外台独运动的重要推手 他也曾经作为加拿大台独联盟主席 而吴修明本身也曾经批评 中国借着抖音这类的媒体 输出网络民族主义 而近来20年来 美国政界出现不少有台湾背景的官员跟议员 比如曾经担任过美国交通部长 劳工部长的赵小兰 地方官员也有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林婉洛 台裔美国人在美国政坛大放异彩 也引起中国警惕 中国情职单位据了解已经锁定相关人事 不过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表示 美国华裔群体非常复杂 而他们身份认同政治观念差距也颇大 不一定会真正影响到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不过美国国会目前有两位亚太裔参议员 跟16位亚太裔众议员 就连副总统贺锦丽的母亲都是印度人士 也显示出亚太裔正不断加深影响美国政界 中国央视昨天在官方微博发文批评 浙江卫视超齐其宣传片《星辰大海》 发布时间相差一年半的两则视频 从创意、形势、布景到分镜都惊人一致 综合媒体报导 央视电影频道声称 某卫视推出520特别版《星辰大海》MV 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电影频道在2019年推出《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并且在2020年1月1号发布宣传片 《星辰大海》发布时间相差一年半的两则视频 从创意、形势、布景到分镜都惊人一致 《星辰大海》本来寓意是美好未来 不过抄袭跟复制只会带来倒退 对此央视将会提出严正抗议 并且保留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合法利益的权利 同时央视有种呼吁各方树立版权意识 尊重原创 共同保护创作环境 而虽然电影频道发文 并没有提及是哪一间电视台抄袭 不过经过网友比对之后发现 被指控抄袭的正是浙江卫视的MV 浙江卫视在20号上午10点发文 连《星辰大海》的名称都跟央视一模一样 同时加上520特别版的标题 浙江卫视总监林勇表示 已经注意到有关声明 浙江卫视团队初步判断 认为这起事件存在误解 目前正在跟央视沟通之中 他又建议媒体可以对比一下两端影片 不过在此同时 央视本身也曾经卷入抄袭风波 如今被重新提起 在本月15号 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消息表示 搭载驻龙号火星车的天问一号探测器 将在同一天降落火星 同时央视等官媒发布相关影片 以动画形式来展示天问一号 找入火星的过程 不过央视的影片却被网友发现 取近画面使用以及剪接方式 均跟美国NASA在2011年发射好奇号 以及2007年发射凤凰号火星探测任务的 动作片段极为相似 而中国摄影师王元宗也曾经指控 央视盗取其原创的摄影素材 侵犯他的版权 不过他却反而遭到央视恐吓 而另一间曾经遭到央视抄袭的电影公司 则是因为跟央视打官司之后 却遭到封杀 美国海军博客戟导弹驱逐舰 威尔伯号前日通过台湾海峡游北向南行事 呈现出所谓印太地区和平的决心 不过却遭到中国解放军痛批示非法入侵 还说解放军已经给予警告驱离 不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才强调过 美国必须捍卫南海开放跟安全的海上航道 同时批评中国跟俄罗斯对国际规则 做出迫害性的行动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第七舰队昨天发表声明 指出美军驱逐舰威尔伯号 根据国际法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进行自由航行 声明还提到中国在南海海洋权利非法主张 严重威胁的海洋自由 而美军在区域之内的行动 是维护国际法对海洋合法使用的权利 不过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 美国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非法进入中国领海 中方已经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 并且给予警告驱离 同时批评美方行为 违反国际法跟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人为增加地区安全的风险 容易引发误解误判以及海上的不测事件 是一种不专业不负责任的行为 充分证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 美军的行为犹如挑衅 中国官媒甚至放话 面对这种情况应该给予对等反击 不过美军方面否认遭到驱逐的消息 还反批解放军扭曲美国合理的海上行动 而事实上前一天 中方已经对威尔伯号穿越台海的行为提起抗议 而刺猬美国总统拜登一月下旬就职以后 四个月之内美军驱逐线第五次航进台海 近日南海跟台湾海峡的局势紧张 一方面中国在区域之内动作频繁 另一方面美日发澳上个礼拜 在东海启动联合海上军演 而美日韩也将在下个月举行联合空中军演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美国海岸自卫队学院 对毕业生发表他就任总统以来 第一次担任毕业典礼演讲的时候表示 不管是南海阿拉伯湾还是北极地区 世界上作为贸易跟航运动脉的地区 都必须保持和平 美国外交政策必须确保全球商业畅行无阻 这对美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 他也警告国际规则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也有很多是来自像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的破坏性行动 继先前承诺提供6000万剂A力疫苗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17号有宣布将释出2000万剂的疫苗 随助全球对抗新冠疫情 并且会将拉丁美洲列为优先名单 包含近日公开表示不排斥跟台湾断交 以取得中国疫苗的宏都拉斯 拜登表示这8000万剂疫苗将远远超过目前为止 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 但是美国不会使用疫苗来向其他国家交换利益 拜登这个举动也被外界认为是疫苗外交战的起手势 跟中国较劲的意味十分浓厚 综合媒体报导 自从去年许多药厂纷纷宣布开发出新冠疫苗 国际就展开疫苗争夺战 非洲跟中南美洲国家指控西方国家掌握大多数的疫苗 却不愿意分享给开发中国家 在此同时中国则大肆将疫苗提供给中东 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展开疫苗外交 例如台湾邦交国宏都拉斯就宣称 不排除为了取得中国疫苗而跟台湾断交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 美国在新冠疫苗输出方面 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比较落后 因为美国选择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 选择先满足国内疫情需求之后才向国外输出 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 林小旭表示 美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优先给美国公民接种疫苗 接着再帮助其他国家 这个策略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随着美国疫苗接种率逐渐提升 目前美国大概有48%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覆盖率大概是37%左右 而美国也开始宣布将疫苗输出给其他国家 拜登上个月宣布释出6000万剂 目前在美国尚未核准使用的A力疫苗 供给其他国家 本月17号又宣布 美国将在接下来6个礼拜之内 释出2000万剂由美国核准使用的辉瑞疫苗 莫德纳疫苗以及交生等三款疫苗 供给其他国家 此外拜登还强调 美国不会使用疫苗来向其他国家交换利益 被认为是在安逢中国 美国国务院全球新冠疫情协调 关史密斯表示 美国这项举措不是疫苗外交 他认为疫苗是公共卫生的工具 美国不会把疫苗用来增加影响力 或是施加压力 疫苗的去向将会基于公共卫生的数据 提供给最需要的地区 林小旭认为 由于美中两国体制的不同 美国应该避免走中国疫苗外交的路线 疫苗外交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从公立的角度来出发 不管是捐赠还是低价出售 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不对的 因此美国政府并不是要介入所谓疫苗的去向 而是交由国际机制决定 此外林小旭认为疫苗外交的核心要素 是疫苗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 但是在这一点上面 中国的疫苗外交是否具有足够的扣进 还是个未知数 特别是当未来全世界可以取得更多 更安全更有效的美国疫苗的时候 好